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教大家一个新的小技巧 并且也特别的常用 是折膝 在今天这个视频中 我们会给大家演示如何做折膝这个动作 以及折膝常用的一些情况 还有折膝和其他一些动作的对比 折膝这个动作 顾名思义就是要把膝盖往下折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可以让自己的屁股更加的贴强 一般来说是两只脚都会踩在点上的 下面那只脚是踩着顶住自己 上面那只脚是通过把膝盖往下折 你就可以产生一个反方向向上的力 所以这两个力是互相对抗的 你整个人就会相反的夹在了这两个点之间 就能让自己比较静态的控制在墙这里 折膝的同时 把整个身体 最主要是屁股这侧靠近墙 然后靠近墙的同时出手 这样的话整个身体就能在离墙很近的情况下 比较稳定的动态下出手 关于要折哪个膝盖的话 一般是根据出手来决定的 比如说我现在想下一步 输右手的话 那我一般折的都是右脚 下面我们请一个同学来试验一下 如果不折膝的话 这个动作会怎么做 会不会变得更难 感觉整个身体都飞出来了 好好用喔 示范 不用Drop Knee 太假了 第一步 Dino 哇靠 翻车 不干不干 失败 失败 看来必须得用Drop Knee啊 折膝一般是在阳脚的情况下更有用一些 因为在阳脚的情况下 你身体因为重力会自然的离墙稍微远一点 但通过折膝的话 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控制离墙更近 折膝还有一个常用的场景是 当你整个身体传说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内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起步动作的时候 如果手很低的话 你可以通过折膝 然后让整个身体更 全在这个角落里更加的贴强 假如说起点是这两个手点 然后我要去 去这里 但是我的脚点的话都很高 比如说都在这 我身体会很可能因为脚点很高 身体会被顶出来 就如果我这样起的话 整个身体是出来的 但是如果我用折膝的话 就可以发现我整个腰部和臀部的话 就会离墙很近 这样的话身体平衡就更好把握 折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让你利用比较高的脚点 因为折膝它改变了 你踩那个脚点的受力方向 本来是向下的 但你通过折膝以后 可以产生一个向上或是斜上方向的力 尤其是当那个脚点比较高的时候 这样的话是 常常是更适合发力的 假设我只有一个 一高一低两个脚 然后如果只用那个低的脚的话 我可能需要做一个dino的动作 才能够到下一个比较远的点 但是那个高脚因为太高了 如果我不折膝的话 使用向下发力 很可能整个身体就被顶出来了 折膝一般在爬平衡线的时候 不是很适用 因为平衡线的话 主要是靠脚和身体的平衡 就像刚刚说到的就是折膝 之所以要做是因为两只脚在一上一下 互相产生相对的作用力 可以把自己挤在墙上 但是在做平衡线的时候 你很难出现这种动作 就比如说把自己的脚折起来 提供一个向上的力 而且一般在平衡线上脚点都比较差 所以你很难就是有把膝盖转 或是折起来的这个空间 很可能你脚稍微挪一挪就掉下来了 折膝是一个特别常用的技巧 然后它不仅是对于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在对于一些进阶的情况 做折膝也是很有用处的 开头的时候我们提到了 折膝一般是两个脚都要踩在点上 然后产生一个互相对抗的力 把身体夹住 但其实在稍微进阶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找不到两个脚点 你只有一个脚点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做折膝这个动作的 然后其实这个动作的话就跟骑士动作就有点像了 就是你能踩的那只脚点可以继续折膝 另外一只脚踩不了的话 你就做一个类似骑士的动作 把身体的平衡给保持住 你可能没有两只脚的对抗 这种情况下你就靠抓住的那只手 和折膝的脚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 首先说它们的共同点 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你身体的一侧 腰和臀部会通过折膝或者骑士会离墙很近 它们不同的地方的话 我觉得是出手的范围有比较大的不一样 关于骑士的话 一般受力的点 我觉得是在相同的数值线上 或者是大概的位置 然后你是去一边或者是另外一边 但是折膝的话 一般受力是一个三角形 或者是如果你只有一个脚点的话 那就是一条对角线 然后再去对角线的斜上方 就相当于折膝和骑士 它们出手适用的方向 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注意我这两只脚是在互相对抗的 就我可以产生一个像这边的力 这是折膝的动作 如果是骑士的话 我可能直接右脚踩住 踩点的话 用力是脚是向下踩的 当然就多扒了 就像训练骑士动作一样 我觉得就是 因为折膝是一个特别常用的技巧 所以一般在适用范围内的情况 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就是你要出的是右手 然后正好右脚有一个比较好的 可以让你折膝的地方 这种情况下你都可以多试 就简单的说就是多爬 然后尽量多用折膝来处理这些问题 对啊 大家练习的时候要小心 然后可能会有时候用力不大的话 或是折膝太平凡的话 可能会受伤